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威麻 就如同標題所表示的 我不管漫威在電影障礙有多好 我可能會一直定在我最喜歡DC這個部分上 雖然現在說漫威的電影好像不管做什麼都可以很精彩很好看 蜘蛛人返校是隨便亂做可能都可以做出一個好的樣子 我還是很喜歡DC 可能勝過漫威這樣子 我真的比較喜歡DC勝過漫威 而這個原因我可能是因為蝙蝠俠還是什麼嗎 我是現在就要來講講看我對DC這個喜好 而且為什麼我比較喜歡DC勝過於漫威 這並不是說我不喜歡漫威 我也沒說我是討厭漫威 我只是追DC有比較一種剩餘 就是比較高的感覺 的喜愛這樣子 第一個比較可能的原因大概就是在DC著重於的這個動畫 我這個人非常非常喜歡動畫跟卡通 而DC這個在動畫上這麼有名的部分 像DC創造這個動畫宇宙跟就是一大堆動畫電影 讓我真的對DC有很大的重視 而每個動畫電影跟這些動畫系列我都看得非常的慶幸 DC現在幾乎有上百個動畫電影 這些動畫電影都像現在漫威的這個 都做得很精緻也很不錯 另一方面來講像真人片這種東西 所以DC也就沒有像動畫一樣那麼的成功了 我們到時候會講這部電影 就是因為這個DC的真人電影沒有很大的回響 我對動畫反而會有比較多的吸引力 而我真的比較喜歡DC這一方面的這個部分 雖然漫威也可能也有一些比較好的動畫系列 像是地球上最強英雄還有這個經驗蜘蛛人 讓我眼中這個經驗蜘蛛人是整個 是大概是返消日以來最棒的蜘蛛人之一 其他真的沒有什麼很令我印象深刻的動畫系列 而漫威這邊就真的讓我有點掉落 因為比卡通起來我對真人片真的沒有太大的印象 跟喜愛這樣子 而雖然DC在真人片上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傑出 可是漫威在NC又出現之前也很少有真的很 也有很多真的很 就感覺很低落的真人片了 就是因為動畫這個部分 這個動畫系列動畫宇宙 然後讓我喜歡DC 再來另一個比較可能的原因 大概就是DC的這些正義聯盟的成員 讓我有一種震撼的感覺 就以這個畫面來當例子 光是看到這個樣子 我就覺得DC的超級英雄真的有比較高的架勢 跟比較英勇的模樣 每次看到DC的正義聯盟這樣子 威武的樣子 我都覺得他們這樣子感覺可以比過漫威 因為我都看了這些超級英雄 就認為他們真的是一些很強大且很震撼的超級英雄 也不只看這些動畫系列 我光是看著這些不易聯盟 或是這些其他的小電影之類的 我都看得出來DC的超級英雄正義聯盟 有一種很霸氣的架勢 跟很威武的架勢 就感覺他們真的是來拯救全世界的超級英雄了 這讓我感到對DC感到很大的感受 跟很大的喜愛 雖然現在我們對超級英雄的一個看法 就是他們有一個人性面 或是什麼背景故事 一些比較悲慘的過去 來讓他們比較跟人比較貼近 可是我有時候還是很喜歡那種 超級英雄就當超級英雄 為了幫助人而很強大很厲害 那種我們崇拜的偶像之類的 這可能就是我比較喜歡最新的神力超人電影 那個神力超人真的把那時候的DC給帶回來 就是一個很強大的很讓人崇拜的超級英雄 沒有任何悲慘的過去 也沒有真正很很需要的那種人性感覺 而他就是一個超級英雄來保護人來救人 他就因為要救人而救人 那就是一種DC帶給我的一個感覺 他們這個正義聯盟的 就因為他們想要救人而救人 而這種威武的英雄氣概 真的這種很強大很正義的威武的氣概 的模樣 就讓我覺得DC可能勝過漫威一籌 DC正義聯盟的成員 讓我有種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而他們可以做得到 當他們做到的時候 他們真的很微風很帥 我希望以後要上映的這個正義聯盟電影 可以表現出跟我這個想像 我對這個動畫系列的正義聯盟的感覺一樣 這也是我為什麼那麼期待這個新的正義聯盟電影 希望不會真的像前面那些一樣太... 雖然我是這樣想 可是我可能會被很多人公幹 這就是大概是我自己的個人意見 如果你喜歡漫威就喜歡漫威 這我自己想說的 我還是想要講出我對DC的 DC系列一整個模樣 一整個的喜愛 跟...我也不是說我討厭漫威 而是說DC真的比... 對我來說啦 DC真的比漫威高一層 這就依大家意見而定 我也不會... 因為... 大家對我的這個意見感到反感 而感到傷心之類的 是希望大家不會太... 對我這個意見太過... 太過介意之類的啦 那... 我比較喜歡DC... 也是很喜歡漫威 只是DC真的略過一層 所以... 那就先說到這邊 我們下次下一個影片再見了 掰掰 掰掰